法治是非常重要 近期來說法律是被政治污染了很多噪音 但我強調法治其實是我們基石裏的基石 所以無論我們做甚麼都堅守法治 昨日正式報名參選行政長官的李家超 今早和五十多名會計及法律界選委網上交流 繼續為他的競選政綱收集意見 會計及法律界選委分別就維護本港司法制度 強化憲法、基本法和法治教育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踴躍發表意見 除非能夠徹底去殖民化 否則香港的司法獨立是不能夠確保的 但在這個做的時候一定是面對外國很多的攻擊 所以這個工作是需要很細緻地這樣做的 而我們對基本法的認識比較多 對憲法的認識比較少 希望下一屆的政府可以考慮 就是將基本法督道推廣委員會的功能擴大 成為憲法與基本法督道推廣委員會 幫助香港人了解憲法 進一步認識國家的架構和職權 明白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教師問題就是教育的核心 如果有好的老師 就一定可以教到好的學生 所以新政府的教育部門要組織一個完善的體系 以及規劃 為我們香港幾萬個中小學的老師 提供適切和積極的培訓 使他們認識到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 怎樣去教育我們的學生 不所業的同學有很多現在已經是 可能他們在醫學界、法律界、會計界 都是出色的專業人士 偏偏對於國家觀念 中國憲法、基本法 甚至國民身份認同 以及我們國情的發展 是一無所知 加強不所業的、執業的朋友 都要收一個CPD 必須補回這一課 國家安全才有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才可以有一個更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加強國家安全和金融安全的配套 以及要教育我們的新一代 現在國際形勢非常複雜 時不時西方國家對於某些國家 做一些經濟上的制裁 香港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地方 我認為香港新一屆的政府 很值得去研究探討 制定一些長遠穩定的金融政策 去規避風險 李家超強調法治是奠定香港穩固發展的基石 對於外界質疑他出身警隊 經驗單一 缺乏政商界人物 李家超會怎樣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呢? 我的其中一個口號就是 同為香港開新片 同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代表這個同心同鄉同德 大家希望將香港推翻上一個新的台階 我是謹慎的人 我去發展整體我的方案和施政 我會將我們的優勢 弱點 機遇和風險 我會首先做個分析 我亦都會通過專業的有經驗的人士去處理某一些問題 因為譬如金融那樣是很謹慎處理的 因為它太關鍵 這個絕對是我們的優勢 但是我不會是因為要做任何事情 而妄言去改動我們的機制 而且金融既是利器 亦都是他人的利器來攻擊我們的 所以我更加要小心做 當我如果是競選成功 我肯定是會要求在不同領域的專才 豐富經驗的人士 參與我在不同領域的一些委員會 一些智囊團 當我們在不同的領域做了這四方面的分析之後 我們就可以大家去決定 我們有一個叫做工作清單 而按著這些工作清單 我們定了最優先的 以優先的次序定這個工作清單 我們就是按著這個工作清單 以結果的目標 共同地實現這些工作清單